有兩個朋友問的 第一個就是Conny 他說最差的時間過了沒有? 中線可不可以有大反彈呢? 還是會跌破底呢? 麻煩你 第二個就是紫希 他買了109元 他就說GG了 現在再買一注 是否可取呢? 你見我已經沒有 鏡頭還沒有對著 我已經在搖頭龍探氣了 OK 好 我為何非常失望和搖頭龍探氣呢? 所以我主要以下這一堆結論推論 第一 其實我都覺得很深妙擔憂 因為我聽到連續兩位的散戶投資者問 如果根據數學概率 連續有人問的 可不可以勉強用這麼少的 可能有少許勉強來 可能可以有少許證明 原來很多散戶都關心這些 可能為少理之類 這些新勢力新能源汽車股 我對他留三分薄面 我不叫他做三傻 這個啞稱叫做新能源汽車三勢力 新勢力 OK 如果是這樣 我的假設是成立的 通過多人去問 可能可以推論到很多散戶是關注這些 我覺得是深表擔憂 兼深表失望的 我會先說我的結論 我擔憂的原因就是會不會有很多散戶 他那個又犯了投資心理學的錯誤就是 看到比亞迪 股價是否貴 大件 逢是大件的人 直覺都覺得貴 然後又以事後亦推 就是下面沒有 或者是中途被人撇掉了 諸多原因 總之現在就是一個字沒有 這個沒有貨 沒有貨之後 然後又好像有個常識 又覺得新能源汽車是好事 於是沉迷了去餵小里 而沉迷了去餵小里 所以很明顯 如果普通的散戶的原因就是便宜 但是我們便宜的第二有什麼 很明顯就是散戶式的那種看法 就是由我歷史高位跌了多少 譬如委內的美股是60元跌到現在剩下兩成的 剩下12元 然後其餘理想或者是小鵬 都是跌了超過60%的 便宜 這個由我高位的價格計 那我覺得這種心態 其實有結論是非常危險和不正 不我取的 OK 因為在整體來說 我們都會看到 其實比亞迪和三勢力的狀態是很不同的 比亞迪說的那個產量是超級爬波上來 它的純利也都在往後有機會是改善 那當爬波爬到營收很大得來 它的純利率一夾上來的時候 其實那個盈利的爆炸力 就會有好像Tesla那樣的效果 我現在不跟你討論Tesla 究竟由高位跌多少 我只是跟你討論Tesla 是由沒有盈利 變成是有多少盈利 只是跟你討論盈利的那個方式 OK 那麼比亞迪其實也都很大機會 會報這個Tesla的後路 不是右塵 是後路的盈利是會打上去的那樣東西 但是問題可惜 這個我們就是說 三勢力 究竟不要介意我這麼衰說 會不會有部分 可能其中有約的那間公司 他終其一生都做不到這件事呢 其實都是有這些機會的 我免得說說哪一間 這個好像說針對別人 你不得不思考這樣的論調之餘 我們最後客觀看小鵬的最基礎的數據 第一來講虧損擴大 這些都可以有你的 暫時因為上海的疫情那裡干擾 現在什麼都是說這些企業做的 差不多都說上海上海上海 好像大了一樣的 但是我要軟轉提醒呢 你又不見比亞迪是這樣 比亞迪沒有上海影響的嗎 他的上海廠房沒有問題 但是問題是上海所衍生的供應鏈 或者是那些人的消費 疾愛了 說那些人不開心 然後可以自閉 然後減少了消費 那都真的會有影響的 但是問題是 你看到比亞迪的銷售 同比環比這麼強悍的 那別人又沒有上海 你又偏偏要講上海 是不是 而最後一句 就是小鵬 另外一個我覺得致命的 不好的地方在哪裡呢 就是他聲稱第二季度 就跟你講三萬鵬 我覺得這個數據很威衰的 而且是好 是欺負人不認識 不要介意這麼說 是欺負人不認識 一個數字 扔出來 三萬鵬 又不講同比 又不講橫比 又不拆開每個月是多少鵬 就給個數據 你自己想吧 那天下家人 不是每個人都不懂得思考的 我們懂得思考的那些人 那些人一看到 其實浪費了 就是三萬鵬 就是為什麼 三萬鵬 就是一季 一季三萬鵬 那你脫衣服 就是一個月一萬鵬 這個 一個月一萬鵬 這個得到什麼水平 他不要欺負人 是沒看過數據 這個 小鵬在去年11月 就是他人生暫時最頂峰 賣一萬五千架 這個 那其實在根據勸商的數目模型裡面 他一定是要假設 這些新勢力公司 那個汽車是澎湃式 同比環比的增長 勸商最後補刀多句 勸商本身是沒有上海事件的時候 是預測小鵬全年的汽車銷售 是20萬架 到到25萬架 你將它除12個月 就是等於是2萬架 環境上 但是如果小鵬 他公佈第二季 第二季 他仍然是賣1萬架 一架的話 這個如果是 塌到第三、第四季 這樣的話 就是強烈明示了 他做的數目 是遠遠低於勸商的預期 如果是遠遠低於勸商的預期的話 他的選擇會去到多低呢 我真的不敢說 OK 所以我會強烈地表態 我是強烈地反對衛小鵬的 我自己是 還有勸勸說 其實在新年汽車裡面 如果你經常都說給阿迪貴 你不買也不要緊 但是如果你把這個取答 你移動了下去衛小鵬那裡 其實你可能會重傷都不定